当播足球快讯我是李思盈 2020年11月24日 何藏好巴毙 星期三清早 南美自由杯16强首回合同时展开两场比赛 其中巴甲球队巴拉纳体育会将在主场对阵亚甲球队何藏 何藏近排状态理想 小组赛中亦是以首名晋级 加上近几年来 他们非常善于踢南美自由杯 战绩10分理想 何藏今次有望带走3分 另外,刚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巴拉纳体育会近期联赛的表现有所提升 上将一球小胜山道士之后 前者拿到联赛4年胜 不过由于巴拉纳体育会8月中旬至11月初 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只赢到两场 所以他们目前排在中游位置 值得留意的是 即使有4年胜的加持 巴拉纳体育会的进攻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 军场入不足一球较为弗力 还有,巴拉纳体育会在杯赛的表现 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在巴西杯第五圈 以两回合总比分2比4被法林明高淘汰出局 而在南美自由杯中 巴拉纳体育会近几年的战绩麻麻 最多也只是去到16强 今次他们再一次来到16强 金球队已经完成目标 今次面对近年来在南美自由杯战绩标 并且近方大勇的亚甲豪门何藏 巴拉纳体育会输波也不会意外 作为亚甲豪门,何藏实力无用置疑 加上上将凭值着费南迪斯和埋罗渣士的入球 何藏二比零元胜班菲特拿到三连胜 球队目前士气正胜 再者,除了在国内有不错的成绩之外 何藏在周济的比赛都交足功课 过去五届南美自由杯 何藏最差的战绩也可以去到16强 其中就有两次夺得冠军 这个是何藏队史的第四座南美自由杯冠军 何藏的经验十足 到了今届,何藏同样展现出超强的竞争力 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胜利加大学 今就力压对手以首名晋级淘汰赛 而且瓦甲豪门的攻击力极强 一共攻入21球 而且有多达10名球员入过波 建地开花的攻击模式势必令巴拉纳体育会防不升防 各方面都占优的何藏今次出征有力取得晋级先机 多谢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下次再会